春节廉价刚过 新北市劳工局长陈瑞佳 就前往大卖场还有客运站 慰问第一线辛苦的劳工朋友 除了带来市长吉隆武春的负担 也提醒企业主春节期间 劳动出勤的工资还有工时 以及休假安排 都要确实遵守劳机法规定 为了让民众平安过节 量饭业经常从春节前忙碌到开工之后 客运业也必须维持大众运输量能 导致劳工朋友无法充分享受春节假期 在开工之后 劳工局长陈瑞佳 亲自关怀慰问劳工朋友 我们也呼吁所有的雇主 就是说未来假设在这样一个长假的期间 我们会尽量 希望尽量安排足够的一些人力 在让他们在排班上能够尽量的一个安排 然后在事后能够给予 多多给予的一些补修或是休息 那在过年这段期间 依照劳机法的规定 也必须要给予一些 我想加班费的一个部分 劳工局长陈瑞佳表示 服务业大众运输业 劳工牺牲休假维持出勤 希望业者重视劳动权益 在追求业绩之余 也能够给予补修 并且依法给予加班费 避免过劳情况 那我们从1月22号开始我们的春安的一个检查 我们也希望是说我们所有的雇主 都能够重视我们所有劳工朋友的一些劳动权益 那对于他们的一些加班 工作时速都能够注意 让他们在想在替雇主所谓的 在争取他们的营业的业绩的时候 也能够照顾我们所有的劳工朋友 今年的春安专案检查已经正式启动 除了在春节前 由劳检员进行企业安全卫生查核 开工后则是依照春节假期的工资工时 休假安排确认雇主是否依法实施 来确保劳工权益 创造劳资双赢环境 请不吝点赞订阅